我們處理了《基本法》23條立法 完成了我們的憲制責任 我們也完成了地區治理 我們會全面拼經濟謀發展為民生 我可以歸納在幾個方面 第一是全面發展經濟 最主要改善民生 這些大家也看到 我們在上任的時候的負增長 已經扭轉了 現在是正增長 由上任的時候的負3.7 現在已經改變了正3.3 而今年也相信正增長是2.5至3.5 中間徘徊的 我們也看到不同的措施 都是在經濟方面 有一個正面支持作用的 包括我們撤銷了樓市的辣椒 交易回復正常 我們也有不同的措施去幫助市民 例如上樓 譬如我們選了公屋 也已經開始接受申請 昨天我看到的反應也很熱烈的 所以我們希望發展這些影響 我們在房屋的問題 令我們幫助 các 實際上我們在找寢土地方面 已經找到足夠去應付我們十年 房屋 策略所提及 需求的公共工房屋以及私營房屋 更為不會扭轉 成績都很好 我們的競爭力也在最近提升了兩位 我們在不同的經濟提振方面也加大力度 例如我們在政府的投資方面去刺激經濟 我們每年保持著900億元的政府工程 比我們過去五年的平均760多億多了百分之十幾 另外我們消費方面也盡量提振 包括我們搞了很多活動 18區的日夜都不紛 也都引進不同的重點企業 大家都看到我們香港投資公司 也都最近引進了兩個策略性 是對香港整體的發展很有幫助的一些示範性的企業 第三個方向呢 我們是會去把握國家國際相機遇 國家是第二大的世界經濟體 今年的經濟增長相信都是百分之五左右 一個這麼大的經濟體 有百分之五的左右的經濟增長 可以帶動的經濟動力是大的 所以我們是爭取在國家高速發展 之間所帶給香港的機遇 這個包括十四五規劃 如果大灣區的建設和一帶一路的倡議 我們都在大灣區裡面呢 是很多方面的協同發展 那麼當然了 國際的機遇 我們都會爭取的 這個包括和東盟 包括爭取進入RSEP 亦都包括開拓我們一些新的市場 那麼中東 以及可能中亞等等 我們都會去推廣 譬如歐洲和西方國家的市場 那麼這個包括我自己 和一些司局級的官員 以及其他政府的官員 都是會拓展這方面的相機的 那麼 那麼 握要來講 我們是會全方位 投入去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 那麼我們會做好自己香港的強勢 也都利用好國家和國際發展的相機遇 所以我們在未來來講呢 只需要我們團結 就可以創造更好的成績 而且大家 也都在我們香港的經濟轉型期期間 大家 大家將我們的認知期 適應期壓縮 求變應變 創新 我對香港的發展 是有很大的信心的 今天才能夠開展 我們在看 我們現在的我們會請 好 我們會請